Hello 大家好 早前我出過一條影片 關於2024年尾 可能有入籍面試的內容會改變 我一直都有跟進去看情況 也參加了網上一個職業 也想跟回最近有沒有新的消息 不過我找不到 但我看了一篇文章 作者也提出幾個疑問 以及一些擔憂 入籍試的實際改動內容 到現在還沒有一個很落實的公佈 所以大家都有一些疑團在這裡 我想跟大家分享這些疑團 以及讓大家去考慮一下 如果你真的到時間可以入籍 又想入籍的話 會不會都加快你的部份去遞交申請呢 好 去片 英語說話測試應該是最具挑戰性的部分 特別是對於那些比較年紀大 又未接受過正式英語教育的申請人 可能他們會比較緊張 這個測試的形式 就是申請人會被展示70張圖片中 挑選3張圖片 而要他們描述內容 而這些圖片都被譽為是 就是一些普通的生活的情境 例如日常生活、天氣、食物等 究竟如何去考核那些事歷受損的申請人呢? 另一個問題就是 例如那個申請人 他專注於描述圖片的某一部份 而官員呢 就期望他說另外一部份 那又怎麼辦呢? 另一個問題就是 對於那些來自世界各地的永久居民來說 Ordinary Usage Scenario 一些很普遍常見的情境 當中包括日常生活或者食物 其實是一個非常含糊的概念 對於一般人來說的普通活動 為另一個人來說 可能不太熟悉的 就以飲食為例 有些暗人他根本來到美國 都是吃回他自己國家本土的食物 所以未必對美國的食物有深切的了解 都目前為止 還是不是很清楚那些暗官員 是不是仍然要求申請人 一起審核N400申請表呢? 以確認裡面的訊息 並確認是否有需要任何更改 因為以前的官員 會通過N400申請表上的對答 查問去判斷申請人的 英語、口語和理解能力 如果這部份繼續進行的話 為申請者來說 都是挺困難的事 因為他不僅要準備N400 又要準備Speaking Test 不過現階段 都是在做一個視點測試 都未落實所有東西 所以我們都等著看看究竟情況是怎樣 在種種不明確的情況下 大家會不會考慮一下 有資格的 又想入籍的 真是發發脆脆了 好了 這次是這裡 我會繼續跟進的 喜歡我的短片的請你like subscribe 按讚 訂閱 多謝